离开珠沙古镇后 我们同仁的旅行还在继续 今天到达的将会是贵州 非常值得前来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全国文明的世界遗产范靖山 也有青山和绿水为伴的原始村落 接下来的这几天时间 我们会在江口县 探索不一样的多彩贵州 哇 我的天哪 太美了 露露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是河大陆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同仁的江口县 可能今天我们是有一点兴奋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 我们后面的山好漂亮 好美啊 今天天气特别棒 虽然对这边有一点想象 但是真的不知道这边觉得这么美 这边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原始 我们现在是在江口县的云色景区附近 对面就是云色村 然后大家再看 前面云木缭绕的那里 就是范靖山的方向了 现在可能是有点看不清楚 还是有点距离的十多公里 然后的话这两天我们就在这边先转一下 再慢慢往范靖山那边去走 因为很多人来同仁都只是去逛一下范靖山 去看一下就走了 其实大家错过了太多太多的美景 就在我们现在周围一路往范靖山 这一路上都有很多小众的景色 特别美的 看一下河大陆后面这些山峰 非常漂亮啊 现在也很清晰这个光线 本这几天我们打算是把房车开到这个房车营地以后 就直接在房车里面住 但是这个温度稍微有一点烤人 因为我们房车里面 它那个铁皮特别难散热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附近直接找家民宿 住一下享受一下 我们现在在找那家民宿 对 然后的话本来以为是在云色村子里面的 没想到已经开进范靖山来了 就在这里附近 这是我们到的除了同仁市区以外 同仁的第一个县 江口县 然后的话还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走到江口 感觉这边也很漂亮 我们到了 这里在您右车 本次导航结束 这一家民宿是在云色村的对面 叫什么呢 行逸云色蓝月台 这个名字好有意境 然后的话我们打算在这边 可能要住两到三天吧 周围的景点都去逛一下 山脚下的一个小院子 还有人带我们去房间 然后它这里面是分为几个部分的 有咖啡厅 然后这底下 底下是什么 也是房间是吧 上面还有露天的吧台 还不错 可以看到河吗 对 可以看到河的 好 我们房间的上面是一个观景台 大家看一下 有空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喝喝茶 看着那些山 看着下面的水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 好漂亮啊 好喜欢这种风格 有个屏风 然后旁边的景色来看一下 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条河 太棒了 坐在这里喝点茶 是吧 河大乐 今天我们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先不着急去玩 明天开始我们再到云社去逛 说很豪华吧 也谈不上 但是装修的还是比较有格调的 他们这边 饭店山脚下的很多民宿 其实都挺漂亮的 对我之前查过都挺漂亮的 还有个浴缸阳台这里 然后卫生间在这边 挺好挺好挺好 这床是不是很软 对啊 我们来到了江口 接下来这几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拍的 所展现出来的画面 都是同仁这边最精华最美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拜拜